像之前啊 我就覺得我的餐費 我就會預估什麼 一個月大概三五千塊餐費就夠了 可是現在我就一個月的餐費 要吃到一萬五 重點吃我一個人 會不會單純自己變得愛吃 對啊 單純就是想吃 你一直在享受都吃好的 也沒有吃出什麼肉來啊 就是想說物價真的很高 然後剛剛你們講到電費這件事情 我就記得說我那時候 租房者的時候 租房者的電費是最討厭的 現在一定更貴 因為那時候 一度電就要五塊錢 對 就房東都沒有良心 所以 一度電五塊錢 真的 所以我們這種租屋族已經夠窮了 然後你還給我一度電五塊錢 虛皮 對 所以我就會捨不得開冷氣 跟有電有關 什麼冰箱我也不用 就會拔插頭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你知道嗎 我是住在頂樓夾蓋 頂樓夾蓋多熱 好熱 夏天的時候 我的室內溫度可以到三十九四十度 哇 天啊 是鐵皮蓋的 鐵皮 因為它才會這麼熱 它就上面對它的頂樓夾蓋又是鐵皮 那時候的我真的覺得很苦 是因為我好熱 我真的好熱 那怎麼辦 我要解決這些問題 我去冰大塊冰塊 然後放在電風扇前面 讓電風扇吹冰塊 然後我就坐在冰塊後面 然後就想說 可是其實那只是 一點冷 對 然後我就發現我有兩個禮拜的時候 我每一天都是呈現這樣子 然後頭很暈 然後很想吐 然後常常拉肚子 就這樣子兩個禮拜 我好像真的精神不濟 然後整個人狀態很差 我就去看醫生 他就跟我說 你中暑了兩個禮拜 你就這樣 狠狠的把自己中暑了兩個禮拜 嚴重 很嚴重 所以他就說 你可以就 開個冷氣嗎 他就鼓勵我 對 但是那時候我就只有晚上睡覺 會開比如說一個半小時 或兩個小時 這樣子 就讓至少好睡一點 大家享受慣了啦 我們那個時候就根本沒冷氣 這個世界上沒有冷氣機這個東西 是因為你那個年代還沒有那麼熱 沒有啦 還那麼嚴重 沒有 地球很晃 地球很晃 沒錯 但是沒有嚴重成分 對 你那個年代根本就是下面才25度 我是北漂已經13年了 然後我發現到就是 你老家在哪裡 我老家在原嶺 然後我發現到就是 物價上漲對於那種外食組 真的非常的不友善 對 就以前我吃那種鱈魚蛋餅一個 可能大概30塊 然後我前幾天打電話 我還不是那種外送的喔 我打電話點了兩個鱈魚蛋餅 一杯冰紅茶 這樣205耶 這205耶 怎麼算的啊 只能加著塔塔醬吧 塔塔醬還那麼貴啦 這也是自己付的啊 就這樣子205 然後自己去取的喔 還自己去 真的 然後想說吃個那種麻辣鍋 麻辣鍋會覺得很貴 想說那我不如去吃麻辣燙好了 然後就這樣夾一夾夾一夾 300 340 350那邊啊 那你如果這樣不如去吃火鍋 他跟我講的價格 我只要網給他耶 就說我不如去吃隔壁的火鍋 對 然後那疫情期間我也是覺得很 有一件事情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百思不得的期間 因為我們就是想說都不能出門 我們乾脆就買那些方便包 一包一包 就直接打開可以加熱就即時的那種 那是不是應該就是很便宜 沒有 他一碗兩百耶 那不是跟我就是吃店裡面的就好了嗎 那就不方便啊 因為我對於吃人講究 所以自然而然 我就想說那把錢就省在別的地方上 我本來住的話我都會有浴缸喔 然後都後來覺得說要越來越省 就是如果沒有浴缸的話 可能就少個3000 對 然後後來就沒有浴缸 然後最後變成是 連我連洗澡的地方都沒有 就變成這種洗手間 我就在網路上面買那種折疊的浴缸 然後每次要洗澡的時候就把它打開 所以那是你自己帶一個小小的類似 那個圓形的那個就是浴缸 小用池的那種感覺 對 你如果坐在椅子上面的話你會有點偏高 所以就變成說你真的要蹲得很徹底洗 要縮得很下面 對 然後洗頭的話也是要很徹底的洗 然後洗完的話最煩的是 就是要練舊醫生那個啦 就是 軟骨弓 軟今天的舊弓 軟骨弓 軟今天的舊弓就是軟骨弓 就是軟骨弓 而且那個水啊 你洗完的話那個浴缸不是會上來嗎 然後我還要拿那個馬克杯 把它卡起來 開到那個馬桶裡面 然後等到我用完了之後要擦完了之後 我整個又在流汗啦 你這樣能省多少那個房租啊 五千塊 對 可是變成說我擦完的話 我再拿獅子巾擦到手肘的前面啊 跟膝蓋後面最流汗的地方 那你以後就直接就獅子巾擦一擦就好 我就不要再洗 有時候會 我到後來就不愛洗澡 一個禮拜可能就兩天洗一次 難怪我坐在這邊有點味道 那現在生活改善了啦 你現在生活應該好一點了吧 就是差不多 這是現在的狀況 那你電商賺的錢的話去哪裡了 要存起來啊 我第一桶金也是這樣省出來的啊 就是一定要過得很苦很苦 然後因為我們不會理財 我們就只能就是死存錢 才會有第一桶金 MUZ C�